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来装的模型是万代在9月11日 发售的最新二级系列的产品第36弹 Hi New Gundam 这款产品的官方定价是消费税前4500日元 这么大一个包装盒 果然二级才是真正的性价笔之王 但是这款产品因为太有人气了 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不太好买 但是不要着急 这款产品在11月和明年的1月都会再生产 届时价格就会下来的 所以说如果不是特别着急 想要第一时间玩到这款产品的话 可以稍微等一等 之后的价格是会降下来的 其他废话你就不多说了 赶紧来开盒 打开盒盖之后的第一版 就是多色成型的A号板件 当中还会有一张不大不小的胶贴 主要就是用于增加机体的一些细节的胶贴 会有一些注意符号什么的 然后这边会有一小段是成型色的金色零件 这个零件上面不用说 肯定就全部都是水纹了 然后下面还会有一些小的分色零件 这一版的话是武器的枪铁色零件 这边也是有一些水纹的 但凡是这种金属色零件的 水纹肯定是逃不掉的 下面这一袋当中这块比较小的板件 是给浮游炮所使用的一压成型的零件 是直接剪下来就是可以动的 这个结构应该是和之前的牛杆是差不多的 然后再下面这一版的话 又是这种金属色的成型色零件 水纹非常的明显 但是零件设计可以看到是裙甲的内衬零件 可见这一次的产品应该在细节方面做的 是挺好的 白色的外甲两块 这也是外甲 还有一个光束军刀的特效件 下面这两版全是内构 超大的两块 不止两块 当然有三块 结构非常的死杂 最后是说明书 这说明书还是蛮厚的 内容也挺多的 这么看来的话 估计一期视频应该是搞不定了 先做一期拼装过程的视频 然后过两天再来看一看 把玩一下成品的表现如何 其他的废话也不多说了 直接开工 分别于是 今天这款海油的产品身上大小一样的 大多数的零件使用的都是隐藏水口设计 装完之后基本上是看不到水口外露的 这点还挺不错的 但是隐藏水口的处理会非常的费时 我是足足花了7个多小时的时间 才完成了速组 之后还做了部分剩线和上交贴的作业 又花了大概两个多小时 所以说满打满算大概是花了差不多 有10个小时的时间才完成了这款产品 作为一款二级的产品来说 这个工作量还是非常庞大的 隐藏水口的另外一个目的 自然就是为了之后可以更方便的推出 其他限定满满的产品 什么透明外甲 什么电镀外甲之类的那一系列的产品 如果现在当下这款产品 如果断货严重或者是涨价厉害的话 不妨可以等一等 直接买之后的限定满的产品 一步到位最省钱 但是即便如此 万代不知道为什么 并没有做到100%的隐藏水口 有部分外甲还是把水口漏在了外面 而且这些零件大多数都是金属成型色的零件 所以说那些发黑的水口 装完了之后是非常显眼和难看的 在装这款产品之前 我觉得万代估计会部分沿用之前牛高达的骨架 但实际装上了之后 发现就只有一块浮游炮零件的板件 是和之前的牛高达是一样的 其他的零件全部都是全新开模的 而且在身体各处的可动结构和联动结构上 也是和牛高达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所以说整款产品装完之后的联动结构 还是非常漂亮和精彩的 今天这款牛高达和之前的牛高达一样 身上是有非常丰富的细节刻画的 所以说我在速组完成了之后 并没有选择全身剩线 只是挑选了部分刻线比较深的地方 做了一下剩线的操作 而且使用的颜色也不是黑色 是深棕色 这样剩上去之后 那种淡淡的线条看上去会更加舒服一些 至于交贴的话 我建议是可以把预留的白边给裁掉了再贴 因为RG的产品本身零件太小了 给我们贴贴纸的空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不裁白边的话 贴纸的白边就会漏在零件的外面 时间长了之后 可能因为你的手拨到或者是碰到它的话 就会发生交贴起边或者是剥落的情况了 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稍微等一等 等之后水贴出来的之后 上水贴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יים 二位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并负加转到以示范 PO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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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在看视频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疑问或者是问题的话 也非常欢迎可以在弹幕或者留言区当中来留下你的问题 下一期成评版完的时候我会来为大家做解答的 好的就是这样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千万不要忘了给我点赞投币一键三连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